北京时间1月22日 NBA常规赛 胡人主场134比110大胜开拓者 胡人队詹姆斯28分5篮板5助攻 农梅14分14篮板 里夫斯15分 拉塞尔34分8助攻 两盖帽 雷迪什10分 开拓者队格兰特17分 沃克12分7篮板 西菲诺19分 布罗格登23分7篮板9助攻 里斯16分4助攻 首截比赛 八存了远投命中 詹姆斯打成2加1 拉塞尔在场上秃头结合 浓眉抛头打成 詹姆斯扔进3分 胡人以20比8占得先机 布罗格登的3分球抢分 里斯滑翔上篮 布罗格登篮下吃饼 李斯的3分球右键 开拓者将场上比分 坠成24品 范德比尔特轻松补篮 雷迪什轻松上篮 伍德和克里斯蒂 连妹抢分 胡人展现实力上的优势 以36比31领先结束该节 次节比赛 拉塞尔和雷迪什轻松上篮 范德比尔特强断上篮 伍德篮下轻松吃饼 拉塞尔投进空位3分 胡人以47比36取得11分的优势 雷迪什欧洲不突破上篮 拉塞尔轻松挑篮 詹姆斯投进追身3分 拉塞尔抛头右键 詹姆斯在贡献精彩爆扣 李福斯外线发威连进2季3分 胡人牢牢地保持着自身的优势 以67比54领先结束半场 第三节比赛 拉塞尔和李福斯在外线连进3分球 浓眉抛头抢分 李福斯连续突破将球打进 拉塞尔在场上力突外投连连抢分 詹姆斯轻松打3分 胡人以90到70将场上的分差拉大到20分 格兰特连续冲击篮框 助开拓者将场上比分有所迫近 拉塞尔在湖顶位置远投命中 雷迪士欧洲步上篮 拉塞尔的罚球线跳投命中 助胡人以103比87领先结束该节 末节比赛 詹姆斯转身批扣 拉塞尔外线发威连进2季3分球 胡人以116比95摇摇领先 拉塞尔突破上篮打成 西菲诺也在篮下抢分 海斯篮下勾手成功 胡人以128比101领先 接下来的比赛再无悬念 胡人轻松保持着自身的优势 赢得胜利 首发阵容 胡人 拉塞尔 里夫斯 巴村磊 詹姆斯 农梅 开拓者 布罗格登 塞布尔 格兰特 沃克 艾顿 沃克 沃克